你们想要的新机枪来了 这是一把5.8的搬用机枪 配有排光表现器 旁边的这个和它长得很像的是7.62的通用机枪 我也来试一试 颜值极战弱力 真好看 你们还想看什么 留言告诉我 7.62毫米的通用机枪 这也是新一代的机枪 首先呢看这个顶部 7.62的空间确实是很大 这个是抛颗霜防扇盖 这应该是抛颗霜 拉栓的话也是 这叠式的拉栓 但是通过这个拉栓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7.62毫米的是 比较靠上的拉栓 比较靠上 然后这个5.8毫米的 这个拉栓呢 则是比较靠下 通过这个外观细节 这里两款的机枪 内部应该是有大部分不同的 从结构方面肯定是有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保险 这个固扇机呢也是可以双边联动的 它这个后车的话 伸缩的话是隐藏在这里 按住这里去进行伸缩 这个拖赛的板的话 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顶部一个白光的明转镜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提板 它这个提板和枪管 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看外观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枪管的拆卸 枪管的话高速设计当中 还是比较烫的 用这个提板就可以直接去 进行拆卸枪管 这个是201型的5.8毫米 轻用搬机枪 这个是201型的7.62毫米 通用机枪 我们看一下细节 首先这个搬用机枪呢 还是比较的轻便 口径是5.8毫米的 顶部呢是装了一个白光的明转镜 然后这个提板呢 是一个独立的 它这个拉栓的话是折叠的 看一下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 去进行拉栓的 我们就不拉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折叠的拉栓 然后这个是抛壳窗 它这个快面机呢 也是双边联动 左右都可以去进行操作 底部应该是有一个弹骨的 应该是这里可以拆卸 后脱的话可以折叠 这样作为一个机枪来说 折叠之后应该是更轻便 可以折叠 也可以去进行伸缩 顶部的话有导轨 折叠的软性 然后再来进行